为什么杀意的油腻让人越看越喜欢 明灵是那么油腻的动作 杀爹模仿起来怎么能那么可爱 这打招呼方式怕是能弥死大姐吧 而杀爹的综艺天赋并不是第一次展现 之前在跑男导弹鬼游戏中 白露显眼的小动作让孟子一眼认出 而杀爹在现他独特模仿秀 你是导弹鬼 你是导弹鬼 你已经被认出人了导弹鬼 甚至在杀意的带头下 导弹鬼出现了人传人现象 你是导弹鬼 你是导弹鬼 杀意不愧是综艺造等大王 以一己之力承包整个节目的笑点 而杀爹就连一个普普通通的抢打游戏 都能被他玩出新花样 比时杀意因为手速太慢老抢不过别人 一旁的白露看不过眼上前帮忙 可白露没想到自己随手一帮 竟让他喜提新身份 白露 好 杀哥 不拍呀 不拍呀 白露是替我拍的 我手都不拍 有拍 有踢拍 再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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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站点 再拍 可惜综艺老油条也有遭遇滑铁炉的时候 当双方只能用疑问句进行对话时 孙逸一句话直接让杀爹傻眼 想我了吗 而杀爹不仅游戏中的互动惹人喜爱 就连独有的仪式感都让人乐不不停 彼时节目场地设在户外没有音响等设备 杀爹这个小机灵鬼别出心才为节目自配BGM 马上进入第一关我们的心领神会 杀爹这一岛瞬间仪式感拉满 王牌的感觉对了节目效果也有了 不过没想到综艺感这么强的杀意 却是个空耳大师 当节目组让根据歌曲《猜歌名池》 杀意错的离谱的答案被集体嫌弃 这是纪念册 可敏小子 可敏小子答对 什么小子 可敏小子 杀意哥 什么饺子 什么饺子 算这下的 而杀意就连暴露上厕所的血泪史 都能把心酸变成搞笑 我很可怜 经常是我在洗手间正在上厕所 我们家女王也想上厕所 只有一个卫生间 我刚上到一半 我就要起来 给女王躺地 果然杀意能成为笑草是有原因的 一开口就是老喜剧人 请不吝点赞 ellas